这两天 新疆库车市迎来了螃蟹的集中上市期 当地蟹农迎来丰收季 来看报道 在地处新疆的库车市 玉琪无丝堂乡 当地螃蟹养殖户正在水中挨个儿起龙 一只只个儿大体肥的螃蟹随着龙网的提起被打捞上岸 螃蟹采用人放天养的方式 从放蟹苗到螃蟹成熟 生长期大约有半年时间 蟹苗通过生态培育 适应力强 抗寒性好 且个儿大饱满 采收期可达一个月 据了解 今年库车市用于螃蟹养殖的水库面积8000多亩 由于当地水源主要来自天山冰雪融水 水质较好 初产的螃蟹肉质鲜美 十分受水产收购商青睐